自从2006年出演话剧《暗恋桃花园》开始 黄磊就对话剧舞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隔一两年就要演部话剧来过过瘾 这部最近正在录制东方卫视极限挑战的他 也是忙里偷闲的参加了乌镇戏剧节 和赖声川 孟金辉等话剧大师来了个小聚会 为了配合乌镇古色古香的氛围 当天亮相发布会现场的黄磊 特地选择了一身复古风的白衬衫 看来能为自己心爱的话剧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黄磊也是花了不少的心血 宁巧虽然戏剧节的发布会搭在了乌镇的湖面上 天气门热满是蚊虫 但黄磊却全程和话剧大师们聊了接近一个小时 期间当然也不忘关心一下台下的媒体朋友们 天哪 看过黄磊在东方卫视极限挑战里 那个智商超群的老狐狸形象 小兵一时很难接受台上这枚超级大暖男了 不过黄磊当天却是要将暖男风进行到底 您瞧 在节目中一向鄙视孙宏雷智商的他 现场却把这位极限大傻夸成了花儿 孙宏雷当年三猫前歌剧 对 音乐剧班出身的 音乐剧班出身的 想变成人的猫 对 红雷的舞台剧非常的棒 包括我跟他合作过四十同堂 他演这个在台北的首演 他的说书人 您觉得您的那个话剧功率在里面排第几呢 你说我跟他们呀 排第六五 有声之年能够听到神蒜子这么夸赞自己 不知道阎王孙宏雷会不会哭晕在厕所呢 现在再见做不到